詹季瘋話華為手機在先前六月 是宣布關閉了台北三創的品牌店 那麼現在可以看到店面是被另外一個 中國品牌OPPO手機給吃下 但沒想到現在要宣布 華為的高雄夢時代品牌店是席燈 等同於在台灣的實體們是通通說再見 其實2018年的時候 華為在台北三創開了首間品牌店 全盛時期全台更有14間品牌店 但隨著美國貿易制裁 華為已經有三年 未在台灣推出新機 更陸續關閉台灣門市 隨著高雄夢時代品牌店 在8月21號足月到期 華為在台灣已經沒有自家的實體門市 其實看看當初 華為可說是南韓三星抗衡的Android手機品牌 沒想到如今全球市佔只剩下4% 華為手機在台灣市場沒落後 更由另一個中國品牌OPPO搶下市佔 躍身全台第三大手機品牌 像是一些東南亞的國家 你還是可以買到華為手機 但是它的款式可能就沒有像以前那麼多 所以說整個產品的布局 是跟制裁錢其實也是不太一樣的 由於華為沒有手機可賣 目前在台灣銷售重心變成智慧手錶 智慧手環等等穿戴裝置 還有筆記型電腦平板 售後維修則是和連牆大師修等等來合作 看來未來要在台灣看到華為身影 金會將會越來越少 TVBS新聞 年幼成 劉瑄 台北怎麼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